哈喽大家好 我是安迪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关注我的频道免费福利送不停 很多使用安卓手机的小伙伴 假设想在手机上用一些海外的一些APP软件来讲的话 首选的方法一般都是在手机上安装谷歌餐套件 或者说其他版本的谷歌套件 谷歌框架 或者说一些代替谷歌一些软件 然后从里面来搜索 并下载一些经常用的海外的一些APP 这个就有点非常麻烦 因为很多手机的操作系统 包括手机的型号 各个手机的款式 不一样的话 在安装谷歌play的过程当中 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 那么我之前也有介绍好几期节目 如何安装谷歌play 但是很多小伙伴 还是反映说安装失败 因为各种原因 没关系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办法 就是在电脑上有一个可以代替谷歌play的一个网站 通过这个网站的话 可以下载各种各样的 海外的一些常用的 应用的APP 然后在安装的手机上 非常非常的方便 OK话不多说 我们进入正题 OK我们打开浏览器 这个网站的话 全体是需要有科学上网的环境 科学上网的环境我已经打开了 OK 我们打开谷歌 我们直接搜索 这个应用的名字 就叫 apk com OK 我们在谷歌搜索 输入这样一个 以后的话 回车 第一个就是了 大家看到这个官网 看到它的官网 OK 第一个就是了 我们点开它 好的 我们就来到这样一个网站 apk combo OK 那么这个网站提供众多的一个 APP的一个下载 它完全可以取代这个谷歌play的一个工作 那么它里面的话 这个界面大家看到 除了广告以外 其他就是它的主体 那么它 对于它的应用来讲 分门别类 分得非常非常清楚 这一边是游戏 Hot 就是比较火热的游戏 这个是比较火热的应用 右边来讲的话 这个上面 上面这有一些东西 特别是这个 这个目前是我设的是中文简体 OK 这里可以根据你自己需要的语言 来更换这个页面的语言 那下面来讲的话 大家看到它的分门别类的 非常非常清楚 这一边是游戏的 这一边游戏的这一边 冒险 动作等等 这一些的分得很清楚 那么下面是应用的 应用的也是一样 工具娱乐 通讯 社交等等的 分得非常的清楚 分得非常 比方我们点工具看一下 OK 这边就出来了很多这个热榜 热门的工具 应用的榜单 OK 第一个就是谷歌 在后面还有很多什么什么东西的 这一边是最近更新的一些 这一边是免费的 这一些这个VPN包括这个谷歌翻译等等的 上升最快的 那都是这些应用 那非常多啊 非常多 那打比方我们点一下通讯 OK大家看到这个热门的是一些常用的 一些通讯工具常用的 这个是最近更新的也是非常多 这是娱乐板块的 OK 非常多 非常多 其他大家自己研究 那我们来讲的话 尝试一下 看看它的效果怎么样 打比方 我们在这边 搜索这个 大家比较关心的 VPN 我们搜索一下 OK 搜索出了以后 大家看到这里非常多 这里非常的多 那各个这个品牌的 我就不介绍了 我看到这里面就非常眼熟 因为什么 因为很多都是我已经介绍过的 很多占了一半以上的 都是我已经介绍过的 并且是免费的 大家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在这边自己来尝试 自己来尝试 不想尝试的话 也可以看看我以前的一些这个视频 介绍 OK 我们现在就来试一下 我们来搜一下 这个知名度比较高的 迷雾通 OK 我们来搜一下这个迷雾通 这个也是我早期 去年介绍过的一款 到现在 还是表现非常的优秀 并且一直是有免费套餐 免费套餐的速度还是蛮快的 OK 我们点开它 这一边是怎么介绍呢 与众不同的 这个软件 OK 我们设计 迷雾通 针对 突破 中国 伊朗等地的国家 及网络封锁 翻墙靠 技术 不靠躲藏 我们也提供业界唯一的 风几天 赔几天的政策 这个确实是 非常非常的 流差 有底气 不然的话 也不敢讲这个话 我们使用最全员的 反封锁 技术 不管是现在还是未来的封锁系统都难以屏蔽 迷雾通 所以说这个是我之前 这个大力推介的一款 推介的一款 包括这个私密啊什么什么那个都是不太重要了 不太重要 OK我们尝试下载 使用一下看看 到这个界面我们点这个下载按钮下载一下 OK 我们把它下载到这个桌面这边来 OK 我们保存一下 开始下载 非常快 21兆闪一下就不见了 就下载完了 OK我们回到桌面来看一下 大家看到GEPH这个英文字母就是它了 它的大小是21兆 好的 那我们现在来打开手机 来试一下 我们打开手机来试一下 我们直接把这个 这个APK拖到这里面来进行一个安装 OK我们点继续安装 这边还是点继续安装 OK这边 安装完成了 我们把它打开 OK打开的话呢 他需要一个账号 需要一个账号 好那之前的账号我忘记了啊 我现在重新创建一个 那我们这边有点创建新账号 OK这边需要一个用户名跟密码 那我们随便设一下啊 OK这边密码的话呢 我们也试一下 OK我们输入一下它的验证码 我们点注册 他说用户名 好像是不对的啊 我们再多几位数看看 OK了 这次成功了 我们就使用这样一个 账号名登陆一下啊 OK我们成功登陆 成功登陆的话呢 目前来讲 他默认的啊 是 加拿大的 蒙特利尔 这样一个 节点 OK当然也可以自己手动的更改位置啊 更改位置 这一边是他列出的一些 列出的一些其他节点啊 我们随便选巴黎也可以 OK我们试一下 连接 这边需要一个连接 OK我们确定一下 现在是以连接啊 以连接 OK这边上传下载 包括一个延迟 OK 那我们尝试一下啊 尝试一下我们打开这个浏览器看一下 我们尝试一下能不能打开这个YouTube 我们的系统侦测到你的电脑网络送出的流量 有异常情况 哦对不起 我要把这个关掉啊关掉 我要把这个关掉 断开 因为我电脑上的这样一个 还没有关掉啊 我们把电脑上的这一个关掉它 OK我们再重新连接一下 好的现在已经连接了啊已经连接了 OK我们再次的 打开浏览器 对吧还是说这个侦测的有流量异常什么的 那我们进行人机验证一下 我们这里点一下啊 过节人行道 OK我们选它一下 好的 下一个 公交车 OK 好的人机验证通过 OK我们随便点开一个视频看一下 OK广告完了以后呢 就开始播放了啊 我们看一下它的播放的一个情况啊 目前来讲的话 可能是网速比较慢 它是自动360的 我们看一下它的网速情况 OK 目前是1000 每秒1000K 900K 这个速度确实不是很理想 目前的速度去到500多K 500多K OK我们尝试换一个节点看看啊 我们单开这一个 然后我们就看这个蒙特利尔的看看我们连接一下 OK连接当中 好的现在已经连接上了啊已经连接上了 我们再回到这个YouTube来看一下 我们给它刷新一下 OK现在开始播放了啊 我们看一下它的情况 啊 自动144应该是速度很慢啊 我们看一下它到底慢了什么程度啊 哦 确实是非常慢啊 这个速度是常不忍睹的 今天它这个节点速度比较慢啊 当然跟我的WiFi信号也有关系 我的信号也比较弱 OK 我们重点不在这里啊 重点是这个网站来讲的话呢 大家看到确实是 它可以提供各样 可以提供各种各样的一个 海外版的App 给我们选择啊 包括这个YouTube 等等 一些的 都有的 都有的 包括我们 经常用的这个 TikTok 包括我们的TikTok 都是有的 所以说这个网站的建议这个使用安卓手机的小伙伴来把它收藏起来啊 啊 可以 时不时的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惊喜啊 可以帮到我们 好的 今天的视频就介绍到这里 假设我的视频对大家有帮助的话 请帮我点赞关注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